車市今天非常熱鬧喔 因為又有新車上市在今天發表 這是何泰今天正式推出Iaris Cross 這是小型休旅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小鴨在6月份的時候已經停產了嘛 所以呢新車在今天正式開賣 那你可以看到三種車款的價格出爐 其實都比原先最早傳出 預期價格再減價1.5萬 現在最便宜71萬就可以買到了 那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愛買休旅車呢 過去幾年在台灣的車市 都是以中大型休旅為主 但是它一台要價都是百萬左右 那現在呢這種價格便宜一點 大概七八十萬就買得到的 車型又小一點的CUV 就成為了市場的一個主力 而且持續的成長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Toyota現在推出了這個Iaris Cross 他們就目標要賣出2萬台 而且要來迎戰對手 好對手有誰呢 就要來看這個表格了 包括了車身尺寸再大一點的 Honda HR-V 還有Nissan Kicks 好那我們先帶您來從Honda的這台車看起 去年才大改款 然後呢這個售價是從八十三萬九到八十九萬九都有 配備的是Level 2的輔助駕駛系統 而且它的後座座椅呢 其實就是Honda他們獨家的 這個可以彈性調整 增加空間運用 好至於Nissan的Kicks呢 它也分成了卓越版跟旗艦版兩個版本 那它的馬力表現是有136P 所以在動力的表現上呢 略勝一籌 去年也有小改款 所以呢它增加了Auto Hold 車主開起來會比較輕鬆啦 好那再來看看這個是MG ZS MG呢它重返台灣市場已經一年了 上個月底也發表了國產小型跨界修旅 那它們比較特別的是啊 不跟你們切分什麼旗艦車款標準車款 它就是一種車款單一售價七十四萬九 而且還說如果你用這個太舊換新補助的話 一部車不用七十萬喔 這相當的有競爭力 那它的內裝呢 其實最大最搶眼的一個配備 就是它有一個超大全景天窗 小修旅車坐起來就不會那麼壓迫 那這樣的配備也被說 在同級車款充是找不到第二輛的 接下來透過報導 我們就帶你來看各大車廠它們的佈局 雙T型的進氣吧設計 配上LED頭燈 鸚看像是迷你版Ruffle 其實是全新車型 YARIS在六月停產後 改以跨界修旅進軍台灣市場 小壓變大壓有電動尾門 而且還導入竹梯式的功能 向我腳踢一下 行李箱就會自動開啟 而且空間從原本的三百二十六公升 提升到四百五十八公升 小修旅搭載1.5升引擎平均油耗來到 每公升十七點五公里 內裝雙城試環艙 標配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售價定在七十一萬元起 鎖定小資跟小家庭客群 預計單一進破兩千張 預計到今年人底為止的話是銷售一萬兩千台 明年度全年度的銷售目標是兩萬台 搶進小修旅市場競爭還不小 尤其MGZS來勢洶洶 導入Level 2駕駛輔助 搭出七十五萬元油找 只要來看三大日系品牌 同樣小型SUV集聚 YARIS CROSS七十一萬元起 日產的KICKS跟本田HRV都超過八十萬元 車廠製造修旅車來講的話 成本其實並沒有比較多 但是獲利率其實可以大幅的增加 所以未來這些小型的先輩車 大概會慢慢的視為 SUV崛起 小車停產變成小修旅 成為未來趨勢 不過要填補真空地帶 強勢原本的市場 除了大空間之外 價格會是決勝關鍵 三軒許國文豪想太倒了